歌詞将音乐换死 听歌的时候 很多是触动心灵 引起共鸣的 往往就是那几句 入心入肺的歌词 歌词的世界其实很大 词中物 词中有物 欢迎大家收听 词中物第六十六集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阿宝 今集好像上一集一样 是讲庸祖怡和王伟文的合作 为什么会讲庸祖怡呢 当然是因为他近期 就开了个Pretty Crazy演唱会 来纪念一下入行二十年 这个演唱会的名字 Pretty Crazy 亦是他今年的一首主打歌 Pretty Crazy 其实亦是由天赤恩 好朋友 Y文王伟文去构思 寓意容祖怡 在二十年演艺生涯上 对工作的疯狂 以及对优雅的追求 上次我也提过 容祖怡今次的演唱会 可以说是不惜公本 他请了一个帮Lady Gaga Beyonce 那些国际巨星的舞台设计师 去构思和设计 他这个演唱会的舞台 可以说是第一个亚洲的巨星 能够请动这位舞台设计师 S.Devlin 据李克勤爆响后 这位舞台设计师的人工 比容祖怡更高 而设计出来的舞台效果 真是美轮美换 如果大家在YouTube看就知道了 上周 上周也说过他邀请了很多不同的嘉宾 以前容祖怡的演唱会是不会聘请嘉宾的 但是呢 今次为了纪念20周年 他就录进人情卡 他请的嘉宾不是普通的嘉宾 全部都是独当一面的歌手或者乐队 连天皇级的都被他请上来 这19场大家都最期待的就是 他究竟邀请哪个嘉宾上来呢 我都好像很少有那样 好像追电视剧那样 每天都看一下 他请哪些嘉宾上来和他一起合唱 在香港近期动荡不安的气氛当中 容祖怡每天的演出 每天他放出来的和嘉宾一起唱歌的片段 都可以算为大家放松一下 我再数数他这19场请了什么嘉宾 他第一场就请了歌神张学友 接着就请了他的师兄郑依健 然后他的宿敌杨千华 接着有林俊杰 李克勤 周柏豪 王远之 张迅哲 TWINS 和Kenny Dear Jane 古天乐 刘德华 謝霆锋 农夫 张志琳 草猛 张敬軒 Suppermoment 古巨基 和第三位天皇黎明 容祖怡这部演唱会已经算是圆满结束 也都举办得很成功 而填词人Wyman当然是功不可没 因为他足足帮容祖怡 设计了38个不同的造型 一首歌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讲 到第五年的合作 王远文为李克勤和容祖怡的一个演唱会 写了一首主题曲 叫做黑不容缓 既有李克勤的黑 亦都有容祖怡的容 我好少可见Wyman做这些食字 可能因为李克勤之前和阿伦的左轮右利很成功 今次和容祖怡也都做过黑不容缓 当年合作的演唱会很成功 容祖怡和李克勤也成为好朋友 十几年后 容祖怡这个20周年演唱会 当然也请李克勤上来做嘉宾 在台上李克勤妙语如珠 甚至在取笑容祖怡 说她这个舞台造型好像一个蚊香 激动容祖怡 这首《黑不容缓》 虽然当时派台一般 但结果大家唱了十几年 亦都是卡拉OK中的一首 挺耳熟能长的歌 合唱得来还可以表白 从来亦无哲信 人运亦运 荣荣碌碌半生 念自己的戀爱魂 也欠一点缺心 唯何望来望去 并无下问 明明你只有同感 难道等一天变作熟人 发现原来相差 可否冷静寒一阵 都有几个人靠近 现在还没说 前面情节会 着前角昏 迟来一秒钟 迟来一秒钟 从迎接你变作目送 迟来一秒钟 沿途经过我结果 其实太不同 迟来一遇 被第一句爱你 已经足够酝酿暗涌 盼望有意味 决定情人回送 由于恒人缘再半空 拖一拖 等一拖 怕得到的泪 已舍无用 拖一拖 等一等 这刻的感动 面租烈风 其实容祖宜 这个天后 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去到 六七年的天后之后 就在同利亚琴的演唱会之后 那一年 他就开始被评击 他的歌 多年以来 都是唱剂用的歌 可以说是商业味道非常重 少了不少的艺术性 重复的歌怒 令到他好像 没办法突破一样 所以去到2005年 可以说算是他的事业上一个平颈 但是Wyman当然仍然继续支持他 继续为他写一些歌 在那个比较低沉的时期 他写了一首叫做《明日恩典》的歌给Joey 这首歌很特别 是书文 将《Amazing Grace》这首歌去改篇 然后再给Wyman填词 歌词亦都比较正面一些 有个Joey的歌迷曾经说过 以前听《怯》的时候 他会哭 听都是Wyman填的心淡的时候 他说不出话 听到《明日恩典》这首歌 他发觉他长大了 过不出话 过不出话 没有小悲哀 想不起到底多平安 共你总是沉默 都很开 再走下去大概 不出话 还有一年 海片面前 看跪中边 回忍 前面会有什么乐园 靠人沿途不应 只需要 相信他不愿 别愿这一生 如此过去 明神认可于这类 这小事 有人全力争取 学会小小的 都感激 亦算得乐趣 愿以后成 我需 亦容许 我会着你面对 还有一点 海片面前 看跪中边 回忆 回忆 前面会有 什么乐园 靠人沿途不应 只需要 相信他不愿 难得看别人 先看天 风光我们已不知 愿我们还愿 明日可云没转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Let's save a wretch like me 前面会有 什么乐园 靠人沿途不应 只需要 相信他不愿 幸福并不很远 你还在我身边 心足了 一切都不愿 慈中密 慈中密 慈中有密 為你寫的歌 教民者不心酸即行即過 主任提及萬片分手無數跌倒 歡迎大家收聽池宗物第66集 今集繼續講黃偉文與容祖儀的合作 這輯池宗物已經是第二集講他們 但我相信這輯仍然是講不完 畢竟他們合作了18年那麼久 又那麼老友 總會有多些話說 又有多些歌要播 當然Wyman 在填詞上是幫助容祖儀很多 但Wyman 亦是一位形象指導 上一節開始就說過 黃偉文為了容祖儀這個Pretty Crazy 演唱會 可以說是盡心盡力 設計成38個造型 話說 Joey 原來在開Show 之前3個月 才去找Wyman 做這件事 對Wyman 來說可以說是臨危壽命 他在Instagram 寫著 都差不多20年的朋友 這個時候再不出手 等何時呢? 最多就給你一條命 觀眾總共見到有33個造型 但設計呢 足足設計了38個 單是一開場 Jory 在舞台中央的球體 那個裝置那裏 破茧而出 穿著一套 整個雪球 幻彩的LED造型 是自己製造的一套戰衣 Wyman 在Instagram 表示 每張照片都會有各自的時裝品牌 如果沒有標注的就是自己製造的了 我看回 Joey 這個演唱會的一些片段 亦都很佩服Wyman 的確給了很多漂亮的造型給 Joey 真是活該他們這麼老友 他們的老友也都反映了 容祖兒 當年在王偉民的作品展演唱會裏 每晚都在這裏 可以說是打等 總之Wyman 的作品展 每一場都有容祖兒這位天后 去唱王偉民的作品出來 剛才那節剛剛講完2005年 現在就講一下2006年 其中一首就叫做華麗蟹后 在容祖兒很多演唱會都有唱這首歌 Eric Cork 作曲Wyman 填詞 容祖兒就表示 這首歌是講人與人之間的相遇 相識和相處的緣分 他說能夠擁有一首以緣分為主題的歌 真的很開心 因為他自己都是一個講緣分的人 我相信 Joey 與Wyman 的緣分 一定算進去 這麼多個華麗的造型 令我想起這首華麗蟹后 好 我小看過你的笑與你的臉 我佔有過你的愛與你的戀 我也發覺緣分曾來過了 就在身手那麼遠 我笑一笑一笑 算一算 算一算 我也讚嘆奇妙如旁 到太闊 宇宙太遠 醒出你我兩步火箭 其實與你有權永遠未謀面 連願旅 連願旅平白錯過 某個友誼或愛戀 宇宇宙 宇宙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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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5年左右 容祖兒就不斷被評擊 歌曲的風格經常都差不多 但無可否認 她走紅的時候的確是靠這堆歌 尤其是 Wyman 寫的《慘情歌》 將容祖兒帶上巔峰的位置 在上一集播出過好幾首經典的容祖兒 Wyman 合作的金曲 例如他們第一首《痛愛》 容祖兒指這首歌 令她有很大的蛻變 而 Melody 很好 歌詞順口 容祖兒很容易就投入情緒下去 至於另一首經典《深淡》 Joey 曾經一邊唱一邊懷疑 這都不是我的戀愛態度 有甚麼可能來回地獄又截犯人間呢? 做戲嗎? 不過她亦指出 痛愛、深淡和十六號愛人 都是 Wyman 寫給她的經典 她曾經在2009年 即十年前的 Perfect Ten 黃金十年的演唱會的場刊中 在寫 她一直不是自己所唱的苦情歌主角 但每次她唱這些歌 都好像重新認識一種新的愛情觀 她又在這本場刊 感謝黃偉文 認為 如果沒有 Wyman 她不可能在短短的時間內 盡量人生的甜酸苦辣 還有愛情的美麗與哀愁 她唱了這麼多 Wyman 寫給她的情歌 其實 到了2006年 Wyman 寫了一首《情歌的情歌》給她 好像特別回應 外界說 容祖兒唱太多這些苦情歌 歌詞裡面 簡直說 如果愛是一缺歌 美麗嗎? 其實 看歌者怎唱? 何解 最近的愛歌 題目卻 全部亦有關愛上 這首歌就真的好像說 容祖兒的慘情歌現象 在那幾年 真是好厲害 如果愛是一缺歌 美麗嗎? 其實看歌者怎唱? 何解 最近的愛歌 題目卻 全部亦有關愛上 我怕你那本沒意 都知 記住 昨日失望掉了興 行事 心未 情愛的我已 情歌 每日播客在唱唱 她的意思 愛並非要來臨 叫你感慨 愛並非要來臨 叫你感慨 是愛 令這個平凡世界精彩 不宜 真想苦惱解人愛 她是生活 太著期待 你未找到誰人 你最心愛 但你 亦不予時時故作悲哀 即使有談過不堪的戀愛回愛 每個人臉上 才有光彩 如果將心肥揭開 難道你 曾為了失戀愛 可笑世上人愛 借願添蜜刻 忘掉用愛的裝作 你看 看世間上各種愛 寵下四人 溫怨偉大快樂 緣溫流 難免出意外 何必馬上說再沒有愛 抽身退海 愛並非要來臨 叫你感慨 是愛 令這個平凡世界精彩 不要真心苦惱解人愛 她是生活 太著期待 你未找到誰人 你最心愛 但你 亦不予時時故作悲哀 即使有談過不堪的戀愛 會愛 每個人臉上 才有光彩 愛並非要來臨 叫你感慨 是愛 令這個平凡世界精彩 不要真心苦惱解人愛 她是生活 太著期待 你未找到誰人 你最心愛 但你 亦不予時時故作悲哀 想不想 那時你笑作暗愛 只因當日 發現一層被愛 先代 歌詞 將音樂 換死 聽歌的時候 很多事觸動心靈 引起共鳴的 往往就是那幾句 入心入肺的歌詞 歌詞的世界 其實好大 詞中物 詞中有物 為你寫的歌 教文者不心算即行即過 主人提及萬片分手 無數跌倒 歡迎大家收聽 詞中物第66集 我是你們的主持人 阿寶 接回上一集的黃偉文和容祖兒的合作 今集仍然是講她兩個 因為真的有太多歌要講 剛才那兩節 再加上第一集 我只不過是講了五年左右 而他們真的合作了十八年了 當然 雖然說 Wyman 寫很多歌給容祖兒 但大家都應該記得 我曾經在黃偉文和何韻詩的一集中 說她和何韻詩合作得有多緊密 對Wyman 來說 何韻詩也可以是一個代言人的身份 所以無論她和容祖兒也好和何韻詩也好 都是很好的朋友 但大家最為津津樂道的 當然就是何韻詩和容祖兒之間 傳了很多年的緋聞 又或者他們好朋友的關係 這段關係都很樸朔迷離 為何特別要提回呢? 因為何韻詩和容祖兒之間的感情 時好時壞 又高又低 在早幾年的時候 由好好的關係 跌到到冰點 但近這兩年又好像好很多 而黃偉文在今年的五月 亦都跟他們倆一起合照 有很多事可能是他們三個人之間才知道 Wyman 以前曾經寫過一首 《流淚眼看流淚眼》給容祖兒 而Joey在現場唱這首歌的時候 有時就會把盧詩萊斯搭下去 如果大家熟悉何韻詩的歌 都知道盧詩萊斯是他一首很出名的作品 而這首歌的題材亦是有關同性戀的 而兩首歌都是黃偉文填詞的 幾個人之間好像就有某種特定的默契 大家不妨在容祖兒這個演唱會的版本 將兩首歌拍一起唱 是不是真的有種特別的感慨在此? 好 《流淚眼看流淚眼》 《探索眼有探索眼》 《竟然說得眼中咬如雞蛋》 《流淚眼看流淚眼》 《流淚眼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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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若一花 假如这同盟会 能留带港室暖太暗淡 不如 对那人斗快斗早心怕 其实没时间 为了他 你才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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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究竟是我们的歌迷自己在亂想 還是有些秘密在歌中呢? 單單說黃色大門的話 黃偉文就承認自己和容祖怡在這首歌中 埋藏著很多神秘的密碼 而且說如果解得通的人 我想就可以跟我們做朋友 所以很多人在說黃色大門這首歌 說的是Joey和何韻詩之間的情誼 話說當日何韻詩和容祖怡感情很好的時候 容祖怡找歪文寫了一首《黃色大門》 何韻詩也找歪文寫了一首同話味很重的《紅屋頂》 兩首歌的歌詞互相呼應 Y文亦曾經承認過寫這首《黃色大門》的時候 當中參考了林子祥的《三人行》 同樣是一首講友情和成長的歌 他說12歲的時候聽林鎮強填的《三人行》 第一次感受到說的是我自己 所以填黃色大門第一重密碼 就是Y文對這首歌的致敬 而第二重密碼就是 因為以《黃色大門》這首歌向Dick Brunner 致敬 那誰是Dick Brunner呢? 他就是已故的荷蘭國寶級插畫師 是畫Miffy的兔子的畫家 Y文以詞中的童話意境 搭借這位畫了這麼可愛的兔子的一代畫師 而據知容祖怡非常喜歡Miffy這兔子 至於剩下的密碼 是否在說Joey和何韻詩呢? 由於我不是他們的朋友 所以我也解不通 唱沙外小路及王宋自發 手法上下凡天使供我可著策 世間千千萬萬人未明白我 是這位空想家驚訝 孤單真的不可怕能讓我畫滿花 還未算是那麼差 讓那空龍成群走過台面衣櫃 在一面藏著花園心意 男孩長住於身邊 夢要變成也沒那樣雨 生命從未如朗月 也可靠我創造浮煙 讓那彩虹長條無限伸展飛翔 日日日雲上表演魔幻 現實沉到雙膠點 在我心房間 黃色 門裡 保存著 在我心房間 還未坐那腹子 還未坐那腹子 天花上星星斬眼變燃花 口袋內 口袋內 事前一萬 扎了那月牙 我偏窺的讓別人視為幻光 我早知因此不驚討 今天雖則掌高了 牆上繼續掛的 還是我六歲的我 讓那恐龍成群 走過台面衣櫃入面 藏著花園心意 男孩長住於身邊 夢要變成也沒那樣雨 生命從未如朗月 也可靠我創造浮煙 讓那彩虹長條無限伸展飛翔 將天天幻想表演魔幻現實 沉到雙膠點 在我心房間 暈死 門裡 保存著 未坐那腹子 讓那海團 事事事 又到指尖 不由旁人 沉悶雙酸 一人同行 行進卡通片 在我堅持的 黃色 門裡 珍藏著 自製那冠面 為你寫的歌 教文者不心寸職 為你寫的歌 走直播 主人 提及萬片分手 無數跌倒 來到慈中密 第66集的最後一節 繼續講 Joey 和 Wyman 的合作 剛才都講過了 Joey 入行 7年左右 即是2005年到2006年之間 事業陷入了一個平頸位 如何突破呢 其實就是做一些大膽的嘗試 不要唱來唱去都是苦情的K歌 的確在2006年開始 容祖兒就做了很多大膽的嘗試 其中一首作品 Wyman 寫給她 除了大膽之外 可以說是野性奔放 最重要的是性感 陳煥人作的曲 Wyman 填的詞 第一句就已經是 你忍之 我的床搖搖 第一句就來床上戲 大家當然想聽下去 究竟這首歌 是否真的說這些 你忍之 我的床搖搖 你忍之 我的床搖搖 你忍之 我的床搖搖 你忍之 我的床搖 你忍之 我的床搖 都沒有床搖搖 你忍之 我的床搖搖 你 以 吵搖搖 你 搖搖搖 就插住我失敲 对我唱不出 连同意就这样 道火梟 你音质我的庄业 也想要算算心 想念念念 唱唱诗诗 缘美又想梦着手 也不再听 见你唱到跟我风雨 会我乱乱 有两句七个意边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Tell me baby what you are 浮游泰浪处 当尽莹花雨 传情史幻听 然而有极致 这歌 原来有诗诗 却我用文匹的印字 明明视野极了 抹杀每次 麻烦慢慢唱 又偷造一次 这些 这些事我不会知 所以 今晚更加要知 就撐住 我杀叫 对我唱的催眠同意 就这样 动我笑 你音质我的庄业 也想念 的确我当初听这首歌时 一开始给她的一句 你引致我的庄摇摇 令我很多遐想 而且唱片封面 还非常性感 结果这首歌 并不是想象中这么大胆 只不过把自己 当是一个BB 在摇摇 听着催眠曲 遥来遥去 王伟文真的有很多考诗 为了帮荣祖宜突破她的形象 突破她的歌劳 真的下了很多功夫 之后另外有一首快歌 叫做跑步机上 皇上进作的曲 王伟文田的词 又一次用一个 比较破格 比较编满的题材 去写歌 加上刚才那首 Lucky Star 令到容祖宜能够跳舞的金曲 不止再隆重登场 今集 连上次一集 已经讲了容祖宜初期 和中期 和Yman的合作 下星期 就会讲一些 比较新一些 比较后期的一些作品 下星期再见 再按先 拜拜 比较运动怜 才可得到她分心吧 一句有十三得吗 加快吧 我的妙速只去加 加快吧 更不可能斗快吧 加快吧 我想要的千天生加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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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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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